在罗马教会方面 为了与政府抗衡巩固天主教在各地的势力 教廷通过各种外交手段 像是让别国征服自己附近拜占庭控制的区域 等到意大利半岛的拜占庭势力削弱后 就结盟崛起了法兰克王国 支持矮子批评于751年篡位 将国王替法朱家建立加洛林王朝 教皇除了为他加冕开创神兽军权的首例外 同时断绝与拜占庭的牵连 批评也在往后几年攻克意大利半岛 将真的的土地献给教廷 于是这些由教皇直接统治的地区 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教皇国 哈喽大家好我是The La Samuel 欢迎来到Samuel的历史小教室 不知道大家的童年 有没有玩过经典国产RPG游戏 由大宇公司制作的 薰原剑三 云河山的彼端 它是继星绝代双交之后 我最喜欢的单机游戏没有之一 游戏中除了感人的剧情 丰富的关卡 经验的炼妖湖系统 场景及道具 更是充斥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典美术设计 但最令我惊艳的 其实是故事背景 对历史的深入考究 从主角赛特所在的威尼斯 西至法国 东京阿拉伯 哈萨克 最终到达大唐长安城 从登场人物 甚至路人 都与仔细考究过的时空背景 环环相扣 可以说是一部诗诗级的游戏剧作 也深具教育意义 是台湾鲜少在游戏世界观 带入真实历史的作品 今天就来用这部《轩原剑三》为例 与大家介绍西元八世纪 即将盛极而衰的大唐帝国 以及黑暗时代的欧洲 新兴的中东 在这个时期都正在经历哪些事情呢 游戏背景设定在西元749年 男主角赛特的家乡 巴兰克王国 正处于梅罗文家王朝时期 有别于中国的狄章子继承 王爵或地位由艺人继承 梅罗文家王朝遵循诸子军分制 刚建国不久就面临分裂危机 中期后由于贵族崛起 国王沦为傀儡 掌权的是官相 而批评家族在当时与贵族夺权 成为了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赛特的主子 后来加若林王朝的建立者矮子批评 掌权时 雷罗文家的国王隐居于修道院 批评对王位武士丹丹 所以派赛特出使遥远的东方 寻求战争不败之术 于是赛特首先来到了水都威尼斯 想要随着商人乘船去阿拉伯 刚到酒馆 就遇到当地人对政府 与罗马教皇打压宗教而怨声载道 当时的威尼斯 虽然名义上成属于败战亭 但因为当时败战亭不断被外敌入侵 政治虚弱 威尼斯保有高度自主 这就是为什么游戏中的路人会说 他们不信总督 只听护明官大人的话 而打压天主教的背景 是败战亭皇帝在726年颁布了禁止偶像崇拜法令 引发大量的圣上破坏运动 不是只有消灭神奇圣人的雕像与画作这么简单 败战亭政府背后其实有更重大的政治考量 那就是为了制衡当时的罗马教会 AKA教廷 因为他们的政治实权太大 不仅拥有司法权 后来还为各国的君主加冕 受尽各种尊崇与庇护 且坐收各地教会不尽的税捐 也不用缴税给政府 收视还享有特权 加上教廷甚至参与皇权争夺 导致拜占庭国力衰退 政府不得不肃清宗教影响政治的氛围 勒令国内大量的教会关闭 强迫大量收视与修女还俗 重返劳动 平衡税收与军事人口 在罗马教会方面 为了与政府抗衡 巩固天主教在各地的势力 教廷通过各种外交手段 像是让别国征服自己附近 拜占庭控制的区域 等到意大利半岛的拜占庭势力消弱后 就结盟崛起了法兰克王国 支持矮子批平 于751年篡位 将国王替法朱家 建立加洛林王朝 教皇除了为他加冕 开创神兽军权的首帝外 同时断绝与拜占庭的牵连 批平也在往后几年攻克意大利半岛 将征德的土地献给教廷 于是这些由教皇集结统治的地区 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教皇国 这就是在游戏开始中提到 威尼斯人民需要向拜占庭与教廷 双边缴税的原因 后来赛特在威尼斯广场 遇到教廷派人大举烧死异教徒 其背景就是拜占庭首都 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 以及罗马教会已经分歧 加上罗马教会长期与拜占庭政府抗衡 情景崛起的法兰克王国 所以教廷才会派法兰克王国的 护教骑士团前来铲除异教徒 另外在游戏中的大反派 撒旦的爪牙恐惧之王康纳里士 历史人行为三世纪中叶 罗马帝国的教皇 当时的罗马帝国 仍以罗马多神信仰为国教 不时需要以活人献祭 天主教会守旧派的诺费上 坚持反参与过献祭 谋杀以及奸淫等 违反教会伦理的重大叛教者 永不得重新入教籍 因为主教并没有赦免这些罪的权利 只能等待神的最后审判 而康纳里士的主张与他恰恰相伴 认为主教能够赦免世人所有的罪恶 坚持凡事出于政府逼迫 而参与罗马献祭之人 可以重新入教籍 在这罗马主教的权力争夺战中 由康纳里士胜出 他教会主教会议 以压倒性的支持将诺费上与其教徒驱逐出教会 从此以后 天主教迅速发展 得以在政府对宗教迫害中生存 康纳里士以主教能够行使神权 赦免世人一切罪恶的主张 受到军事坦丁大帝青睐 在死前受洗 后来逆袭成为国教 但部分也逐渐走向腐败 除了神职人缘滥权 以及主教们的权力斗争 教堂也成为罪犯的庇护所 凌驾于司法体系之上 政府不得入内逮捕犯人 所以游戏中 拜扇庭与罗马教会的斗争 就是在讲述11世纪 东西教会大分裂前的局势 在欧洲的这段剧情中 塞特的斯迪·麦尔斯 这个名字在拉丁语中 其实就是歧视的意思 有些道具物品也都是与圣经相关的 像是代表着 信天主得果食的结垒葡萄 代表耶稣殉难所流出圣血的葡萄酒 以及旧约中圣地耶路撒冷的石榴 还有五饼二鱼 奇迹的为饱上千信徒的神奇面包等 塞特在救下阿拉伯商人以后 成功来到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 当时正值沃玛亚王朝 AKA白衣大使的动荡时期 全城戒备中 同行的阿拉伯女将维达 来自伊斯兰先知 莫罕默德的古来士部族 阿拉伯的皇帝哈里巴 通常都是由该部族选出来的 而沃玛亚家族的皇位 是从莫罕默德的哈西姆家族夺来的 又打开世袭先例 原本的神权贵族选举制被打破 被拥立沃玛默德家族的教派唾弃 所以在赛特来到大马士革时 哈西姆家族举兵起义 屠杀了沃玛亚家族 于西元750年时 成功建立阿拔斯帝国 AKA黑衣大使 其实游戏中的年代设定是749年 已经是革命末期 沃玛亚家族也早已不在大马士革 后来赛特与哲学家小肯迪 白衣大使的贪官 来到空城塔德莫尔 这里的希腊化建筑遗迹 以及埃及千年古墓 让赛特大为吃惊 塔德莫尔城在史料中出现 最早是西元前2000年 是个肥沃的绿洲贸易战 以色列国王也曾在该处建成 但后来犹太人因为躲避战争逃到埃及 重建的时代很有可能就有埃及人迁徙过来 而在西元前300年进入希腊化时代 这就是在游戏中我们所看到 希腊化的建筑埃及式的古墓 进入到墓穴以后 遇到的是为爱寻天涯的印度爱玉精灵卡玛 因为五年前在这个城市里 他的爱人与平民们被战争所屠杀 依时间推算西元744年 第三次皇位争夺战时 殃及塔德莫尔城 革命者躲藏在塔德莫尔 当地部族首领拒绝交人 极力抵抗 直至皇帝为城 首领投降后 皇帝人下令拆除为墙 这就是游戏中卡玛的爱人 与其族人被屠杀的历史背景 卡玛最终见到这位下令屠杀的贪官 将他困在古墓里自生自灭 并且与当地的好友 飞猫安卡与赛特 一同踏上远东之旅 来到古文明的发源地 两河流域间的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赛特一行人进入巴格达探听消息 却发现东方的十国王子 竟然在此做客 原来是因为大唐的高沟里名将高先知 用计将十国给灭了 并屠杀百姓 十国王子逃到阿拉伯 黑衣大使的首都巴格达 请求援兵攻打大唐 于是引发后来赫赫有名的 亚洲两大帝国战士 达罗斯之意 然而 信奉阿拉真主的大使人 可以为信仰牺牲 大唐最终兵败而退 而赛特一行人 后来也通过西域的山脉 最终抵达 即将步入圣级而衰的长安 好 结论 许人见三的游戏背景 讲述了西欧法兰克王国的改朝换代 到罗马主教受拜占庭的宗教压迫 最终选择与法兰克王国合作 走向独立 又在威尼斯遇到前两者 因为教义不同而相互指控 则是十一世纪前 东西教会大分裂为 希腊政教 以及罗马天主教前的长久分歧 同时间的阿拉伯帝国 也是罗马亚王朝 与阿拔斯王朝的轮替之际 游戏中带入了千年古城塔的墨尔 演出了阿拉伯半岛的多元文化 且详细地考究了 各种神权贵族中的复杂关系 用简单的对话方式带入 不过时间轴有小作变动啦 以及哲学家肯迪也是整个没中息 但是无伤大雅 后来高高利名将高先知 因为私欲而歼灭十国 导致达罗斯之翼战败 最后赛特一行人 到达长安城 盛极的大唐面临着 安史之乱的衰败危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中国在唐朝盛世时 西方文明也正在快速崛起 《薛言剑3》以欧洲人的角度 向东方取经 依循编年史仔细布局 大从主线剧情的真实历史人物 小到路人NPC 都在阐述当代人民的困扰 《薛言剑3》真的是一部 空前绝后的单机游戏经典 且寓教娱乐 我从小学到现在应该至少 重玩过十次以上 每次都会有新体验 大家看了这部影片 若是有时间 不妨再去回味一次这款游戏 绝对会有截然不同的新鲜体会 好 我的影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你们 也有玩《薛言剑3》的朋友们 我是打牌CM 我们下次见